本影片由ShedGPT产生脚本 简音自动生成影片 用来比较AI人工智慧生成的影片 与人工制作的影片有何不同 接下来我们开始吧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 古老的有线元素软体Nestrand 也从它的发展历史中 来感受一下现今模拟软体的发展现况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Nestrand是什么 Nestrand是NASA Structural Analysis的缩写 Nestrand NASA Structural Analysis是一款有线元分析软体 用于航态、汽车和土木工程等各个行业的结构分析和设计最佳化 它允许工程师模拟和分析结构在不同负载和条件下的行为 Nestrand使用数学模型来模拟结构和材料的物理行为 它可以计算硬力、应变、位移和其他结构特性 Nestrand是包括航态、汽车和土木工程在内的各个行业的结构分析 和设计最佳化的重要工具 它允许工程师模拟和分析结构在不同负载和条件下的行为 有助于开发更安全、更高效的结构 使用Nestrand 工程师可以测试各种材料和设计的性能 分析硬力和应变水准 并最佳化设计以提高结构性能 它还可以帮助工程师在将设计投入生产之前 识别潜在问题并改进设计 从而节省时间和金钱 Nestrand模拟复杂结构系统的准确性和能力 使其在业界流行了几十年 其非线性分析和最佳化功能等功能 使工程师能够模拟和分析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结构 总体而言 Nestrand在结构分析和设计最佳化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 可帮助工程师开发更安全 更高效且更具成本效益的结构 以下我们来介绍一下 Nestrand的发展历史 Nestrand由NESA在1960年代后期开发 用于支持阿波罗计划的设计 目标是创建一个软体工具 可以模拟太空船的复杂结构系统 并预测它们在不同负载和条件下的表现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NESA蓝利研究中心 与包括IBM和Lockheed在内的几家公司 合作开发了Nestrand的原始版本 该软体是专门为阿波罗计划开发的 但它在其他应用中的使用潜力 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Nestrand的开发标志着工程师设计 和测试结构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它们现在可以使用Nestrand来模拟结构的性能 并根据模拟结果进行设计更改 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物理原型和测试 这种方法速度更快 成本效益更高 并且允许在设计过程中 进行更多的迭代和改进 NESA开发的Nestrand是结构分析 和设计最佳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为当今各行各业广泛使用的 高级模拟工具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因为在阿波罗计划中所得到的成效良好 因此Nestrand于1971年向公众发行 标志着它在工程行业开始广泛使用 由于NESA决定向私营公司提供软体许可 允许它们将其用于自己的项目 因此发行成为可能 Nestrand向公众发行对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为它允许NESA以外的工程师 使用该软体来模拟和分析 它们自己结构的性能 这导致Nestrand作为结构分析 和设计最佳化的标准工具得到广泛用 Nestrand的发行也为其他模拟工具的开发 铺平了道路 因为私营公司开始基于Nestrand代码 开发自己的有限源分析软体 如今基于Nestrand的软体产品 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 包括航太、汽车和土木工程 Nestrand于1971年向公众发行 是工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因为它使高级模拟工具的访问民主化 并有助于提高各行业结构的安全性和效率 Nestrand的准确性和模拟复杂结构系统的能力 迅速导致其在各个行业中的流行汉用 以下是Nestrand在各个产业中运用的实际例子 在航太工业中Nestrand被用来模拟和分析飞机结构的性能 包括机翼、机身和引擎支架 它使工程师能够最佳化飞机结构的设计 以提高安全性、燃油效率和性能 在汽车行业 Nestrand被用来模拟和分析车辆结构的性能 包括车架、悬调系统和车身面板 它使工程师能够最佳化车辆设计 以提高安全性、操控性和燃油效率 在土木工程行业 Nestrand被用来模拟和分析各种结构的性能 包括桥梁、水坝和建筑物 它使工程师能够最佳化这些结构的设计 以提高安全性、耐用性和效率 Nestrand在各个行业中的迅速普及汉用 可归因于其准确性、灵活性和模拟复杂结构系统的能力 Nestrand的非线性分析、最佳化功能和疲劳分析等功能 使工程师能够模拟和分析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结构 今天,基于Nestrand的软体产品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它仍然是工程师设计和测试结构的重要工具 自1971年发行以来 Nestrand不断改进和扩展其功能 这使其在过去五年中 一直是结构分析和设计最佳化的领先工具 一项重大改进是增加了非线性分析功能 使工程师能够模拟和分析结构在极端条件下的行为 例如高负载或大变形 这将Nestrand的应用范围扩展到线性分析之外 包括更复杂的结构系统 另一项改进是增加了最佳化功能 使工程师能够自动化最佳化结构设计的过程 这实现了更快更高效的设计迭代 从而提高了性能并降低了成本 Nestrand还扩展了其能力 包括复合材料的分析 由于其高强度重量比 复合材料越来越多的用于航态和汽车行业 此外 Nestrand还结合了新功能来分析振动和疲劳对结构的影响 使工程师能够预测结构的寿命 并在潜在故障发生之前识别它们 总体而言 Nestrand功能的不断改进和扩展 确保了它在各个行业的相关性和持续使用 随着工程需求和要求的不断发展 Nestrand的功能可能会继续扩展 以满足新应用和技术的需求 在1980年代 Nestrand在其所有权和许可结构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而实现了商业化 1980年 NASA与一家名为Computer Sciences Corporation CSC的私营公司 签订合同为其他公司提供Nestrand软体和技术支援 CSC负责分发汉许可Nestrand 并为用户提供技术支援 Nestrand的商业化 使它能够更广泛的被航态业以外的公司 使用和访问 这导致它在汽车 土木工程 和国防等其他行业的使用增加 此外 Nestrand的商业化 导致了基于Nestrand代码的新软体产品的开发 这位有限源分析软体 创造了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从而导致该领域不断创新和改进 如今 基于Nestrand的软体产品 可从各种供应商处获得 并且 他们继续广泛应用于航态 汽车和土木工程等行业 2007年 CMAS AG收购了X Corporation 后者是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和产品生命器管理 PLM软体的主要供应商 作为此次收购的一部分 西门子还收购了 Nestrand软体 以及其他有限源分析工具 CMA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现在是负责Nestrand的业务部门 继续开发和改进该软体 他们增加了新功能 例如建模和分析电磁场的能力 以及Nestrand与其他 CMAS PLM软体工具的集成 CMA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对Nestrand的收购 使该公司能够提供一套全面的 PLM和CINE软体工具 包括CAD、模拟和产品数据管理 这位产品设计和开发 提供了一种更加集成和简化的方法 使工程师能够快速有效的迭代 和最佳化他们的设计 此外 CMA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对Nestrand的持续开发 确保了该软体 仍然是结构分析 和设计最佳化的领先工具 公司对创新和改进的承诺 使Nestrand能够继续满足各个行业 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要求 CMA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已将Nestrand集成到他们的 SIM Center模拟软体组合中 这是一套用于模拟 和分析产品性能各个方面的工具 SIM Center产品组合 包括用于结构 热、流体和电磁分析的工具 以及用于多学科和系统级模拟的工具 通过将Nestrand集成到该产品组合中 新门紫味用户 提供了一种更全面 更集成的产品设计和开发方法 此外 Nestrand新SIM Center的集成 使用户能够利用其他高级功能和特性 例如拓扑最佳化和增裁制造模拟 这些功能 使工程师能够针对性能 重量和成本最佳化他们的设计 并利用新的制造技术 SIM Center产品组合 还包括用于管理模拟数据和流程的工具 使工程师能够更高效地协作 管理和重用模拟数据 这有助于减少与产品设计和开发相关的时间和成本 同时还可以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 总的来说 将Nestrand集成到SIM Center产品组合中 为用户提供了一套 强大而全面的产品设计和开发模拟工具 使他们能够提高性能 降低成本并加快上市时间 尽管已有50多年的历史 Nestrand继续广泛用于 航态和汽车行业的结构分析和设计最佳化 在航态工业中 Nestrand用于一系列应用 例如设计和分析飞机结构 发动机和太空船 它对于模拟这些车辆的各种组件 和子系统之间的复杂交互特别有用 在汽车行业 Nestrand用于模拟和分析车辆结构 动力总成系统和悬吊系统等 它通常与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和多体动力学 MBD等其他模拟工具结合使用 以全面了解车辆性能 Nestrand在这些行业中的持续使用 证明了它的可靠性 准确性和灵活性 它已被证明是模拟复杂结构 和机械系统的宝贵工具 并且不断发展和改进 以满足各行业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要求 此外 Nestrand与CMA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的 SIM Center产品组合的集成 使其能够保持在技术和创新的前沿 确保它仍然是结构分析和设计最佳化的领先工具 自1971年向公众发行以来 Nestrand对结构分析和有限源建模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Nestrand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是其有限源分析V实践的标准化 在Nestrand之前 V是一个复杂且很大程度上为标准化的过程 每个分析师都在开发自己的方法和技术 Nestrand为V提供了通用框架和语言 使工程师能够更轻松的共享和比较他们的分析 Nestrand在提高V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 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它引入了用于建模和分析复杂几何形状和材料特性的新技术 并支持对动态和非线性系统进行更复杂的分析 此外 Nestrand还促进了 拓扑最佳化等新最佳化和设计方法的开发 使工程师能够快速有效的探索和最佳化设计备选方案 总体而言 Nestrand对结构分析和有限源建模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使工程师能够以更高的准确性 可靠性和效率模拟和分析复杂系统 其有限源分析实践的标准化 也有助于加强工程界的协作和知识共享 Nestrand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是它能够准确的模拟复杂的结构系统 这对于工程应用至关重要 因为许多现代产品 如飞机 汽车 和太空船 都是高度复杂的系统 具有许多 以错综复杂的方式 相互作用的组件 核子系统 Nestrand的准确性部分归功于 其使用有限源分析 V这是一种求解控制物理系统行为的复杂方程的数值方法 V的工作原理是将一个复杂的系统分成小的 简单的元素 每个元素都被单独建模和分析 这使工程师能够准确地模拟整个系统的行为 此外 Nestrand非常灵活 可用于模拟范围广泛的物理现象 例如硬力 硬变 振动 和热传递 它还能够模拟动态 和非线性系统 例如航太和汽车应用中的系统 准确模拟复杂结构系统的能力 对于工程应用至关重要 因为它使工程师 能够在产品制造之前 识别潜在问题 并设计解决方案 这有助于降低成本 提高产品性能 和可靠性 并加快上市时间 总体而言 Nestrand准确模拟复杂结构 结构系统的能力 是其在工程应用中 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原因 尤其是在航太和汽车行业 Nestrand是一种有线源分析 非软体 最初由NESA在1960年代后期开发 用于设计阿波罗太空船 它于1971年向公众发行 并迅速受到各个行业的欢迎和用 Nestrand的准确性 灵活性 和模拟复杂结构系统的能力 使其成为结构分析和设计 最佳化的重要工具 特别是在航太和汽车行业 其有线源分析实践的标准化 也有助于加强工程界的协作 和知识共享 Nestrand多年来不断改进和扩展功能 并在1980年代实现商业化 2013年 它被SIMUS Digital Industries SIMUS Software收购并且集成到 SIM Center模拟软体产品组合中 总体而言 Nestrand对结构分析和有线源建模领域 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工程师能够以更高的准确性 可靠性和效率模拟和分析复杂系统 它在航太和汽车应用中的持续使用 以及与新门子SIM Center产品组合的集成 确保了它在技术和创新前沿的地位 这在行业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Nestrand的持续发展和扩展 对于其在行业中的持续相关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随着工程挑战变得越来越复杂 对高级模拟和分析工具的需求也在增加 持续的开发 可以为Nestrand带来新的特性和功能 例如高级材料模型 改进的接触算法和增强的非线性分析功能 这可以让工程师更准确的模拟和分析复杂系统 从而实现更好的设计 改进的性能并降低故障风险 Nestrand功能的扩展 还可以扩大其试用范围 以应对更广泛的行业和工程挑战 例如 结合流固偶合和电磁学等多物理厂功能 可以让工程师模拟和分析涉及多种物理现象的更复杂系统 此外 持续的开发还可以提高可用性和效率 例如增强的用户界面和更快的求解器 这可以让更多工程师更容易访问 Nestrand 使他们能够更轻松 更快速的执行模拟和分析 总的来说 Nestrand的持续发展和扩展 对其在行业中的持续相关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它可以带来新的特性 功能和可用性改进 使工程师能够更准确的模拟和分析复杂系统 从而实现更好的设计和改进的性能 以上为Nestrand软体发展历史的介绍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欢 请分享 订阅及按下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收到本频道新影片的上片通知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kolomu'